这个男人正被群狼追击 他急忙爬树躲避 不要 一批灰狼直接咬住男人靴子 很快就把他拽了下来 慌乱中 男人掏出匕首 将灰狼刺倒在地 然后迅速爬到高处 才躲过狼群攻击 但狼群不依不饶 继续在树下蹲守小帅 这一手就是三天三夜 狼群终于失去了耐心 不甘地散去 只留下那批受伤的灰狼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男人小帅怕灰狼再伤害自己 于是将匕首绑成长矛 打算了结了灰狼性命 但当他举起长矛时 突然又犹豫了 因为此时的灰狼早已无力反抗 只能无助地哀号 眼神中满是恐惧与绝望 小帅实在不忍下手 缓缓放下了长矛 他甚至开始有些心疼灰狼 于是主动伸出手 想看看灰狼的伤口 但灰狼立马露出獠牙 小帅被吓得急忙缩手 小帅只得拿出麻绳 趁灰狼不备 迅速将他嘴巴绑住 然后抱着他离开荒野 去寻找落脚之地 傍晚他们来到湖边 小帅打算在这儿暂过一夜 于是细心地 开始帮灰狼清洗伤口 但就在这时 小帅突然察觉到 身后有异常 他回头一看 一群猎狗 正耐心地守在他们身后 等待夜幕降临 就发动袭击 小帅不敢逗留 赶紧抱着灰狼 朝山顶走去 尽可能远离猎狗群 很快天就黑了 幸好小帅在山顶 找到了一个洞穴 这才放心地 把灰狼放到地上 紧接着 他刻意和灰狼 拉开一个身尾 本想倒地就睡 但无奈 他的脚实在太痛 于是 他脱下靴子 仔细一看 脚踝已经肿得像个猪蹄 看来 他们必须在这儿 休养一段时间 第二天 小帅刚醒来 就发现灰狼 正冷冷盯着自己 但小帅懒得理会 直接拿起水袋 喝了一口 这下灰狼忍不住了 帮忙解下嘴上的麻绳 用惨巴巴的小眼神 看着小帅 小帅很快就将水倒满十碗 但当小帅端着水 靠近他时 灰狼还是警觉地露出獠牙 本能地摆出了防御姿态 小帅赶紧安抚灰狼 说 我不会伤害你 灰狼的情绪 才稍稍平复 紧接着 小帅主动趴下身子 尽量与灰狼保持同一高度 因为他不想给灰狼 居高临下的压迫感 小帅的行为 也终于让灰狼卸下了防备 灰狼这才放心地探出头 巴唧巴唧喝起来 小帅这碗水 总算打破了 他和灰狼敌对的局面 就这样 他们彼此间的距离 也在不断靠近 渐渐地 灰狼已经不再介意 小帅坐在他身旁 当小帅给他擦拭伤口时 他的眼神 甚至变得温和了许多 小帅心疼灰狼 于是 抓了只野兔回来 想给他补补身子 这可把灰狼缠坏了 于是 他趁小帅生火之际 迫不及待地扑向野兔 不料 小帅反手就是一巴掌 灰狼立马就夹着尾巴 缩了回去 小帅生气地咬下一块生肉 狠狠盯着灰狼 灰狼当场就怂了 他急忙趴下 都不敢正眼看小帅 不久后 兔子肉烤熟了 小帅吃的那叫一个香 但灰狼没得吃 只能在一旁看得直哼机 小帅转头看向灰狼 发现他那小眼神挺委屈 小帅顿时于心不忍 于是和灰狼定下规矩 首先 食物分配由小帅主导 而灰狼 必须学会耐心 等待小帅分配食物 灰狼听完默不作声 不说话 那就是默认同意 于是小帅将烤肉扔出 灰狼立马开心地吃了起来 但饱餐过后 灰狼突然就不开心了 他默默看着远方 眼神中满是忧伤 原来他听到了远方的狼嚎声 听着听着 灰狼也情不自禁地 一声长嚎 看来他真的很想念同伴 伴着灰狼的嚎声 小帅也不禁忧伤起来 因为此刻 他也想家了 要不是围猎时 意外被野牛撞下悬崖 现在他也不会沦落至此 于是小帅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的脚 伤势恢复得不错 看来他是时候 踏上归家的旅途了 第二天 小帅一早就整理好行装 准备处罚 但灰狼却死死咬住 小帅的围巾 不让他走 小帅费了好大劲 才抢回围巾 灰狼顿时不知所措 失落地趴到了地上 小帅说 就快要下雪了 你也该回家了 但灰狼哼哼唧唧 就是不肯走 于是小帅不停挥手 赶他离开 可灰狼直接一头趴到了地上 小帅实在没辙 只好独自离开 灰狼看着小帅离去的背影 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